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講講英國的新任手上 都生了幾個月 叫做施紀賢 施紀賢他們一直都說很想很努力地 去修補跟我們中國的關係 亦都說保守黨那邊 搞到跟我們中國關係那麼僵是不恰當的 而他們自己又是不是恰當呢 施紀賢想為黎智英出頭 但頭也未出到 是 頭也未出到 已經被我們中國截停了 你不用指望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我們待會一起看看 然後歐洲的航空公司他們很生氣 生氣什麼呢 生氣中國 生氣爆中國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中國的航空公司可以自由飛 俄羅斯 跟著就是去歐洲不同地方 這些地方這樣的話 等於不公平競爭 那你不是跟我們中國說 你應該跟俄羅斯說 是不是 俄羅斯不讓你飛 人家不讓你做 那 那你幹嘛不讓我們做呢 是不是 那整件事是怎樣呢 我們待會一起看看他們的衰人有多無契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可留言訂閱文宜 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 選個全部 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了 那 那 相信大家都知道 斯基賢 說真的 我覺得他做不到什麼 亦都不是什麼大將之鋒的人選和材料 對不對 那 但是這個斯基賢 一直有什麼好呢 好就好就好就好 就說 哎呀 跟中國關係不好是不對的 這樣 但是 是不是真的 他真的做到改善跟我們中國的關係呢 暫時沒有人知道 我只能知道呢 他一直的 從政表現各方面的事情 都 一般的 甚至乎很多人 在英國那邊的人都不滿他的表現 那 斯基賢呢 就無情情就說 哎呀 接下來呢 就會派一些人員去我們 中國那裡訪問了 OK 那他就說 在訪問期間呢 就會叫他的人員去關注台海軍演 和黎智英案件 將會就分歧向中方提出挑戰 嘩 你來我的地方 啊 到訪我的地方 吃我的 住我的 你挑戰我的 不是吧 當然啦 他這些都是 即是被迫出頭而已 當然他頭都未出到 就已經被他按住了 那怎樣頭都未出到呢 OK 首先英國這個首相斯基賢 他們就在議會裏面 就質詢了這個斯基賢 OK 在日前接受質詢 接受議員議會的質詢 他們的質詢就說 中國進行戰時封鎖台灣軍演 說不利於和平與穩定 你別傻了 我們這樣才是有利於和平與穩定 我們告訴一些想著在這個地區製造不和平的人士和國家 我們是絕對有能力 圍著台灣不讓你們的軍隊進行任何的守衛和進攻 是我們告訴你 台灣島我們自己中國有能力去保護到 去控制到 英國就說 要重新台海穩定 當然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台海一定穩定 為什麼呢 因為台海一定是我們自己的地方 我們自己的地方 我們會穩定我們自己的地方 不用英國在出什麼手 司機員又說 那個英國人 壹傳媒的創辦人黎智英 他認為這個案件是出於政治動機 並視之為優先事項 再次呼籲香港政府立即釋放黎智英 哦 那你釋放了你們那些政治檢控的人沒有 首先他們沒有 第二我們這個是按照法律的程序去做的 而不是什麼政治案件 而是他真是犯法 司機員在面對著前手上保守黨的黨夫 新偉成的質詢的時候 他顯得軟弱無力 我之前都說了 如果平心而論 論能力論成的話 薪偉成真是高幾班 那現在他就質詢司機員 司機員即是你看到他的樣子都知道 我沒讀讀的 真是不耐質的 他受到質詢的時候 他就說了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他就認同黎智英一案 他就說了 存在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情況 又說了 他的外商 林德偉呢 就會向中方提出關注 未來也會繼續的 那就是說 司機員就被新偉成逼到要為黎智英出頭 但是說真的 司機員他就說要跟我們中國改善 即是我們中英關係的情況 但是你現在又搞些什麼 那想怎樣呢 即是說他就算想改善 但是他都難以控制得住 他們裏面議會的人 那些牙尖咀利的情況 那也都很難去控制得到 他們整個的英國政府 即是說他都有機會被人逼著 是不是 跟著他就同意新偉成的提議 在外商訪華的期間 向北京提出 中國對英國國會議員的制裁問題 並且要求中國政府取消制裁 咦? 那就是說我們中國政府 對英國的制裁是有效的 如果沒有效 他們不會這麼痛地說的 不過這樣 我們應不答應呢 待會大家就會知道 司機員就說 英國和中國 即是他們自己和我們國家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國 會在環保、公共衛生和貿易等等的議題上合作 但是 在有利益分歧的時候 會展開競爭 在有需要保護英國國家安全、人權和價值觀的時候 會提出一個挑戰出來的 即是說了什麼 其實都沒有什麼說話 這些就是政客 是不是? 你是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這些就是官 我想說我近日 都遇到一個 香港政府部門的官 在耍我 我真的很想被封投訴信 OK 英國的外相林德偉 他就預計在今個星期到訪我們中國 但是在保守黨的施壓底下 工黨政府將會在鞏固和我們中國 工黨的政府 將會在鞏固和我們中國的關係上 他將會陷入兩難 他所提出的東西 我們中國駐英國大使館 在早前已經表示了 想都不要想 未出頭 先被人打開頭 英國 他就說 我們中國駐英國的大使館 已經說了 英國一些政客 有關黎智英的案件的言論 是關於我們中國內政和香港的法治 中方是對這件事堅決反對 你不用說了 一開波就已經把你打開 不用再想這些 好厲害 接著我們說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歐洲 歐洲就非常之不滿 對我們中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說 中國的航空企業可以經過俄羅斯 飛去歐洲 而歐洲的航空企業就不行 那怎樣呢 他們促請歐盟去應對這些不公平的競爭 歐盟 他心想 我都不想的 那沒辦法了 是不是呢 中國在俄羅的戰事裡面 是站在一個和平者的姿態上面 而且實在 他亦都沒有參與任何的動作 但是歐盟他是 幫手打俄羅B的 拿武器 那俄羅B當然是制裁他們 是不是 不friend 其實歐盟吹小句聲就當贏了 但是現在沒辦法了 因為他們歐盟全部都是根尾狗 那這個時間其實你投訴 都真是用心無慮 不是開玩笑 沒什麼用的 歐洲多間航空公司 在12月16日開始促請歐盟採出更多措施 去限制中國航空公司 利用可以飛越俄羅斯領空的路線 走近路飛底歐洲的目的地 他們認為中國航空公司 因為這樣可以制裁到營運成本 對歐洲的航空公司 是會造成一個衝擊 其實你們應該是怎樣呢 你們應該是請歐盟出軍機 去保護你們 飛越俄羅斯的上空 應該是這樣 你們不做 當然出軍機是會保護到你們 還是幫你們快些被俄羅斯炸呢 這件事我不敢擔保 但是 為什麼歐洲的航空公司 是不飛得俄羅斯的上空呢 因為俄羅斯 是懲罰著歐洲多國 這件事不是不公平的貿易來的 這件事是國家不同的政策 那我們中國有沒有說什麼 繞近路線等等呢 絕對沒有 因為本身 本身 飛歐洲的路線 我們中國的飛行路線 一向都是這樣飛的 而 我們沒有改變過那些路線 是歐洲的航空公司 他們自己改變路線 繞遠了很多路 那不關我們事的嘛 是不是 這樣的話呢 其實 是他們自己不敢飛 飛越俄羅斯的上空 俄羅斯說不讓你飛 他沒有說 真的會打你的飛機下來的 你就飛一下才知道 是不是 你飛一下才知道 你不敢試 那你就說別人 是不是 你自己跟俄羅B溝通 你不敢跟俄羅B溝通 那你就在這裡 說我們中國 不公平貿易 不公平競爭 唉 這些真是 即是他想著 他不能做的事 也不讓我們中國做 這些是什麼心態呢 攬炒的心態 這幫人 是壞人來的 自從俄羅戰事爆發之後 俄羅斯就禁止 歐洲的航空公司 飛越俄羅斯的領空 烏克蘭也關閉了他們的領空 但是 我們中國的航空公司 就仍然可以 飛越俄羅斯的領空那一處 因為我們在 中國在這場的 俄羅斯戰事裡面 我們 一直都是 站在一個 和平的角色上面 但歐洲不是 歐洲供應那些武器 去給烏克蘭去打俄羅斯 人家當然不跟你玩 是不是 歐洲的航空公司 就認為 中國航空公司 可以通過走近路 在飛行時間 和營運的成本上 有一個絕對的優勢 這件事 是對歐洲航空公司 非常之不公平的 德國的漢山航空 認為 歐盟應該 要求所有進入歐洲的航班 都要避開俄羅斯的領空 這樣才可以 是確保到公平認真 是啊 多壞 即是有人生存到 他們是不高興的 他們要所有人死 即是他們死不要緊 所有人死 那他就不怕了 他就很高興了 是不是 所以 這些歐洲人 大家以為 有些人還很純陽 對不對 你以為 哎呀 多好 有合約精神 哎呀 他們多好 那些人很有禮貌 哎呀 那些人多好 有紳士的風度 神經病 虛偽就是虛偽 偽裝就是偽裝 楊鬼子真的對過我們中國人好嗎 對不起 我真的 從來未感受得到 真的 OK 那 他們 歐洲的航空公司 促請歐盟 作出 相應的一些 部署 部分的 歐洲航空公司 現在減少 或者取消了 飛去中國的航班 那 那其實你就更加 益了我們中國的航班 咯 這樣就只可以 搭中國的航空公司的航班 飛去中國 是啊 沒錯 他們自己 抹殺了他們自己的後腦 OK 其中英國的航空公司 8月8日就說了 自10月26日開始 就是停飛中國的航班 漢沙航空也都計劃在10月底 是停飛 發南克福 至到北京的航班 喏 這件事還會益上什麼呢 益上我們香港的航空公司 那我相信在股價上面 或者業績上面 他們的停飛 是對我們香港本地的航空公司 是有幫助的 真的 真的 當然啦 對於我們中國航空公司 都是會有幫助 因為我們就會吃了一些 毒死生意 他們這樣 打算用七雙拳 結果 對不起 他們打的不是七雙拳 是十雙拳 正雙自己 傷不到我們 整件事是怎樣呢 我們待會一起去看看 即是 一起留言告訴文傑聽 大家怎麼看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 留言訂閱文傑 新時代頻道 那 我們 下集再見 OK 謝謝 拜拜